这个是七公项镜头 我这次买了一个 一个是鱼眼镜 然后是七公项 淘宝上买的 是旗舰店 直接用那个顺丰 直接去香港的 它是包邮费的 然后今天来把它打开 然后很快 两天就到了 到香港了 很快 所以现在顺风缩地 可快了 直接来香港 这个淘宝很少有这样好的服务 然后来看看这个 里面是这样子的 你看 然后淘宝买的 680块钱 人民币 这个还可以 然后呢 就这样子的 这个呢 是要送的 这个就是收据了 就不用理的了 然后呢 这个是啥 这个是一个布袋 没什么的 这个就是那个对焦款 对焦款没什么用的 没什么用的 这个OK 看这个 这个呢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你看 这样子 它上面写什么 看看呢 这是7.5mm的 是远镜的 然后APS-C的镜 这个镜呢 OK 没什么特别 这个上面啊 这是第二 对 我买的是第二版的 第二版的 第二版的轻一点 重量比较轻 光细镜 好像稍微好一点吧 OK 但是呢 七公匠呢 跟那个鸣匠 有点不一样啊 七公匠呢 没有封条 你看它没封条的 但鸣匠呢 它的盒子上 还没有封条的 就是如果你拆封过的话 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 说明 使用说明书 看看呢 请你也看一看呢 说明书 说明书 它有中文版呢 还有英文版的 你看 两个版都有 有英文版 也有中文版 你看 是吧 就是 它是 这里没什么特别啦 就是 重量很轻 265克 无级光圈 然后是漆片 它 最要知道的 这个视角啊 视角是190度 就是 一般的鱼眼睛呢 都是170度左右 它比一般的鱼眼睛 还要宽 190度 就很厉害啊 这是很特别的样子 然后呢 它的最近对焦是 15厘米 15厘米 那如果再扣住 它的镜头 深的话呢 那它的 最近对焦距离 就差不多 就七八个厘米啊 就镜头 到那个 那个卧体之间 就七八个厘米 所以它这个 可以做 可以做 做微距功能用啊 可以做 做Metro 微距 这个挺好 这个其他的没什么特别啦 OK 想到没什么特别啦 OK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它这次呢 它上面也没有那个光学 没有那个光学 那个 光学的那个图啊 就是 就是 显示镜头的 之数的 那个光学之数的图 没有 没有 OK 没有 好 看看那个 那个 然后看看这个镜头啦 你看 海绵包着 你看 OK 不是说还有一块镜 没有给我那个 这个没有 敏匠才有那个 才有那个镜片 这个没有的 这个没有 就这样子 OK 它是没有的 敏匠有那个 有那个 ND镜啊 但是去公项这个呢 没有的 大家 敏匠跟那个 去公项多是 7.5毫米的 但是呢 敏匠那个呢 背后可以放 ND Q塔 这个呢 就不能放了 OK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看看呢 打开 哎呦 好紧哦 这个盖子 哎呦 哎呦 好紧啊 你看这个 这个盖子上面 你看看 那盖子上面 里面很紧的 是吧 挺好的 挺紧的 这就是那个镜头了 镜头啊 上面还有编号的 你看每个镜头都有编号的 是吧 你看 每个镜头都有编号的 啊 这个 7.5 2.5 OK 2.8的 这就是那个 它的 这个 这个挺好啊 所以买七公项的镜头呢 七公项跟敏匠的镜头啊 它就有个好处 就是很滑 敏匠也是很滑的 七公项也很滑 这个是感觉上 这个感觉很好啊 feeling很好 很舒服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对焦 这就是光圈啊 光圈 光圈怎么这么难搞的 哎呦 光圈这个太小了 光圈那个 宽的太小了 捏得很不舒服 光圈不舒服 反正光圈调好了 就不动它了 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焦材可以 好了 就这样子 这就是如此 因为没什么特别 就这样 好 后面是一千忙的 我是买的一千忙的 OK了 就这样 就这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